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锁定今天的新台湾星光大道 在今天第一个小时 我们首先要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那真的是史上最扯了 竟然运动彩券会有这么严重的弊案 是台北富邦银行他们发行的这个运动彩券 竟然传出了舞弊 那么主要呢我们来看这个运彩的这个乡里 林浩靖他迟迟的本来都没有出来说明 结果呢警方在今天一早已经将他具体盗案了 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回应 那么他呢是刻意躲避媒体记者选择很低调 那么警方呢目前是要对整个舞弊案来厘清 到底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共犯 林浩靖我所要作弊 他有共犯吗 特意戴口罩穿衬衫快步走进刑事局 他就是涉嫌运动裁券弊案的主贤林浩靖 躲了三天之后终于被警方具体盗案 等一下 好啦好啦先上去再讲 这让我们上去再讲 媒体问话闭而不答林浩靖刻意躲避镜头 但律师陪庭之下到案约谈 涉嫌运动裁券弊弊案的林浩靖三十多岁花连人 因为北上求学和女友在台北租屋 监警查出另一名涉案的女性共犯 是她的女朋友 发案后曾到中山北路上的分行领奖金 警方最终手机定位发现讯号最后出现在北投区 之后就断讯 试着她一早将她逮捕到案 侦查动作持续进行 怀疑共犯不止女朋友 监警初步排除其他员工设案 警方目前还要临行案情 至于新闻 留意无疑是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 运彩作弊事件越滚越大 最大庄家A彩金 然后投注站呢 真的是业者也很着急 因为生意一定会掉嘛 那么昨天呢 我们看到富邦三位高层 他们出来开记者会 竟然拿出了这个单一天的 投注量的业绩来说嘴 甚至私下跟记者说明的时候 还脱口而出 说这次舞弊状况其实还好 您来听听看 组织拐杖也要到立法院大声成情 几位投注站老板紧皱眉头 因为运彩最大庄家做BA财金 吓跑他们一票生意 他要等报告等什么 你想想看 如果他像受话剂一样一直延伤 现在有各种传闻出来了 你老板要买500现在买50 投注站业者吓出冷汗 但前天富邦高层召开记者会 金控总经理龚天行 右手托着塞帮子 似乎老神在在 就这一天的资料来看的话 数字是并没有异常的减少 爆出作弊丑闻 还端出一日业绩来说嘴 强调事件爆发当天 投注量5300万 和前三个星期比起来不算差 系统把关状况外捅出楼子 事后又轻放犯错主管 副邦也轻描淡写 考虑这个年轻人的前途 如果说在第一个时间去做说明的话 因为这是一个公诉罪 就连记者会后也双手抱凶态度一派轻松 平面媒体跟报道 公天行脱口而出 自认这次舞弊事件影响其实还好 信用是一点一滴能够累积起来的 副邦的确面临了一些问题了 主管机关紧急捕破网 连同金管会持续追查 而副邦股价一开盘直直落 跌幅超过5% 即使记者会上鞠躬盗窃 副邦诚意有多少民众已经打了分数 中间新闻林志远范馨 于台北参报道 好 观众朋友 我们在今天首先请几位来宾 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呢 在我们眼里 我们以前跑过财经 就觉得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尤其是这么这么大的一家金控公司 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鬼吗 好 我们来请教几位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欢迎东豪 大家好 好 前清兵党立委刘文雄 是 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黄光琴 大腕 好 郑诗诚 大家好 还有刘亦宏 大家好 好 亦宏哥也欢迎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从时间序 让观众朋友很迅速的来了解一下 整个事件的始末究竟为何 好 副邦金自称其实还好 惊叹号加个问号 我们看一下 在8月22号那时候 其实运彩有接到课诉 然后就发现怪怪的了 然后开始调查 8月23号就勒令运彩科技赛事 作业管理部乡里 林浩进离职 只资遣他 却没有移送法办 9月份来 运彩向富邦金提报舞弊事件 但是没有主动的通报主管机关 9月15号回避采访 而且只发了声明稿说 这是运彩员工操作书师引发的事件 员工没有获取任何金钱利益 而9月16号媒体惊爆运彩舞弊之后 17号检方进入富邦金调查 而在昨天富邦金记者会上 我们刚刚在画面您也看到了 金控公司总经理出来道歉 而龚天行总经理还说 以金控角度来看 舞弊还好 为顾及员工前途 所以宽容处理 停售大三元 以及正确比分等奖金均分产品 而到了今天 这是我们一开始 所谓您看到的最新讯息 那就是林浩进早上10点钟 他到案说明了 叶红哥 我们如果从法律的角度 去看这个事情 这应该是公诉罪 可是富邦金没有在第一时间处理 这是不是富邦金严重失职 我觉得富邦金真是搞不清 什么叫公诉罪 什么叫高诉乃论罪 他们有很多的法律顾问 高诉乃论的话你可以失了 公诉罪怎么可以失了 公诉罪就是说 其实富邦金他其实 失了的意思就是掩护犯罪 因为你这个东西 不是只有你这个职员出问题 你这个职员下旁边一定有共犯 因为你的职员他不会自己去投注 他是这个运彩 这个比较有趣的是说 截止因为球赛你要打的时候 是钱要截止 你才知道说 他的比数会多少比多少 才知道哪一队赢 才赌 就是不知道的事情 才有赌博的意思 那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赌什么谁都会赢 是不是 他现在就问题出来说 我已经截止了 这一一七七已经截止了 但是他就三小时之后比赛出来了 他又在公司里面要开机 让他再去投 已经三小时应该截止 他都知道结果了 然后他居然还可以重新开电脑 开电脑让他去投 对那当然中大奖 这种情况下 开电脑是一个人啊 那去投注的 你怎么知道他只叫一个人去投注呢 搞不好有很多人去投注嘛 这个问题是你现在检方一介入之后 他就要查共犯 那你付房金其实他私了的目的是什么 私了的目的是说我下次我还要再去弄公益彩券 我怕我的公司的这个名誉受损 他包藏了下面的商业利益 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就照合约来讲的话 我就不相信运彩公司跟互帮的合约 没有说你如果内部有人作弊啊干什么 应该有什么处罚规定 随时可终止 我不晓得因为我没看合约 照到你来讲 互帮应该退出这个运彩 不只退出运彩 他对以后的公益彩券 照到你不应该再去投标了 因为有些厂商 譬如说一般的厂商 你如果在政府来讲 你去盖什么桥 你盖的结果是断的 那你还可以去投标其他政府的 你应该列入不受欢迎的厂商 最近其实金融股都很惨 尤其是都已经报了这个欧债 曝显的这个部位不知道有多高 然后大家都很怕踩到地雷的同时 富邦金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地雷 结果也拖累今天金融股的走势表现 其实都好 你刚刚也看到的这个金控公司 总经理都出来说明 会不会觉得有点太离谱了呢 非常的离谱 因为他拱天行总经理 他说他是顾虑到这个年轻人 所以要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事实上是不是像他们讲的 那么轻松简单 到底那个机会是留给谁 是不是留给富邦金自己 因为台湾有彩券开始以来 富邦是最有经验的 从公益彩券到运动彩券 他是唯一两个都做过的 而且在公益彩券的时候赚了不少钱 那这一次这个问题来讲 你再看 如果纯粹就金额大小来讲 小钱 因为七次大概是230万 然后而且那个林浩敬 真正拿到的 他自己讲的是说 在运动彩率内部调查的时候 林浩敬是讲说自己是48万 那剩下的钱 其实整个看这个钱不是大钱 可是关键在哪里呢 关键在你的信任 我可以相信谁 我还可以相信运彩吗 我还可以相信富邦这家公司吗 为什么我会讲到说 可不可以相信富邦这家公司 林浩敬这个事件是内神通外鬼 富邦的内控有没有问题 不是因为运彩公司 不是林浩敬一个人的问题 不是 就是说运彩这个事情 这个个案 运彩是富邦 现在是百分之百的子公司了 富邦过去的记录 不是只有这一件啊 如果大家回忆一下 过去2007年的时候 他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内线交易 那个时候是蒋国良 他并购渣打银行 他曾经发生过证券有错障事件 2005年 对 我们看一下 2005年有错障事件 造成台股那天大涨 那一次他的态度是对的 为什么 自行吸收 可是他在并购渣打的时候 内线交易 那个就不是230万的问题了 你说富邦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他速度非常慢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踢爆 会有出来开记者会吗 会有后面 他说要给当时同期这七期买彩券 买这个运彩的人 要重新赔他们104万 会有这些事情吗 提委会会知道吗 而且富邦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内控 他现在在跟提委会打官司 他打什么官司 因为当初他在得标的时候 他承诺提委会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权利是6年 6年他保证营业额是1901亿 然后按比例15% 要回馈给提委会 作为我们运动选手的 专款专用的一个金额 247亿 因为营运不好 极欠25亿 再跟提委会打官司 打官司那理由什么 就是说提委会 你核准我一些状况 没有同意 然后这个条件改变 所以这25亿我要降价 你在这种事情上 斤斤计较 你在你的内控上去 一点都不斤斤计较 今天是运彩公司 明天我怎么知道 是你哪一家公司 所以富邦高层来讲 在处理这件事情 媒体都已经踢爆之后 还要隔了48 是24小时 你才出来说明 你就可以发现 龚天行总经理 那个讲话 太轻率太傲慢